10月12日,北京仁义正式宣布将开办表演学员培训班,首批计划招收学员30名,这是仁义首次面向陈叔演员开办的培训班。 北京仁义演员队队长冯远珍表示,此次培训班主要依托剧院的艺术师资,从基本功到业务课,对学员言传声教,希望培养出适应北京仁义风格的演员。 浦存心,杨立心,宋南丹,河滨,吴刚,六青,冯远珍,还有就是功力军,这个阵容基本上大家也能听明白了,是专业课的训练,那么当然像天爷老师和吕忠老师不可能是全天后首课,他可能就是集中一段时间过来给大家首课,那么这个是目前我们剧院派出的十字阵容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践于1952年,首任院长为著名剧作家曹宇,自建院以来,仁义供上演不同风格的剧目300余部,有龙虚沟、茶馆、雷宇、蔡文基等代表性剧目,诞生了以余世之、雕光坛、书秀文、田冲、朱林、佟超、郑荣、蓝天爷、董行吉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表演艺术家。 此次北京人艺表演学员培训班将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,于10月21日至10月25日在首都剧场进行,培训班不收取报名费和培训费,培训结束后,优秀学员将被选聘为北京人艺签约制演员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